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快乐港场幻知感彩 我是新闻嘉宾 在要财政券研究部分析员坦之乐 阿罗你好 阿罗先和大家看看恒指表现 恒指方面现在升285点 23237点 其指方面升279点 低上5点 国企指数升124点 10584点 成交额方面333亿多 现在市仍升超过1%上来 从上条10天和20天平均线 今天表面来说 跟随外围有个做好情况 情况是怎样 美国方面情况似乎舒缓了 内地股市也做好 下星期内地比较多公布的经济数据 市场方面怎样看 恒指后市会否继续向好 后市我自己的看法都相对比较乐观 最主要见到近期来说 其实港股 都不是说太跟随美股外围方面 各方面的下跌 主要原因就是始终说 其实港股本身普遍来说 投资者都认为 你说美国真的会出现 违约的机会性 不是说真的太大 而最新的消息也都看到 共和党也有说 可能在不接条款下 短期提高债务上行 短期内 其实美国出现债务违约 可能性 现阶段真的非常低 所以近日 看到美股也有个明显上升的迹象 港股也受惠于此 但是最关键 港股能不能再突破 甚至再创一个年度高位 最大关键是内地股市的去向 始终无论是港股也好 A股也好 两地股市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现阶段 股值仍然是相对地偏低的 股值偏低 只要见到经济环境 真的有个改善的情况 绝对有条件 推动股市进一步上升 下个礼拜 其实看回 首先我觉得 你说CPI 其实我相信 不会超出市场预期 见到近期港内地 物价都开始有个稳定的迹象 甚至说一些工业情况改善 PPI的跌幅有机会收窄 首先这两个数据 我觉得是有利 内地股市进一步上升 而最关键的 都是10月18日公布的GDP数据 我相信第三季经济改善的情况 应该很大机会会发生 如果见到整体仍然 见到数据反映 第三季GDP增长有回升的势头 上升指数绝对有条件 再进一步向上突破 所以你说港股 内地股市 同样地后市 我觉得仍然有条件看好 只要中美两地股市做好 我觉得港股再创一个年度新高 也未必有难度 谢谢 让大家看看港股半日股控的详情 看到港股半日主板 成交329亿多 抛空额有20亿5300万 抛空比率是6.2% 中行有最多1亿6900万 占总额方面超过8% 占股分成交超过3.4 第二是安石A50中国基金 1亿6千万抛空额 占总额方面超过8% 占股分成交超过2.4 第三是建行 建行方面有1亿3100万的沽空额 占总额方面大概是6.4% 占股分成交超过2成 第四位都是相关A股指数基金 就是南方A50 有1亿2900万的沽空额 占总额方面超过6% 占股分成交超过3.2% 今日的沽空比率不是太大 占大市6.2% 其实反映后市来说 投资者比较乐观 对的没错的 看回沽空金额 其实近期都见到 整体研究大市沽空比率 一直都徘徊8%水平以下 其实见到过往那段时间 特别说由第三季整个时间开始 见到大市沽空金额 沽空比率一直都徘徊到 接近10%左右的水平 近期来说 都见到沽空比率有个明显下降的迹象 始终说投资者后市来说 都看得较乐观 为什么近期来说 沽空比率我相信跌到较低的水平 主要真的说 下个星期很多内地的经济数据会公布出力 其实普遍市场都看得相对比较乐观 我自己后市都会说 看得比较好 始终说最主要都是内地和港股 估值相对比较低 我觉得后市仍然是一个 进一步推升的空间 好 谢谢 另外见到个别股份方面 就有两只内人股 两只都是追踪A股的指数基金 似乎今天国企指数来说 现在升124点到10584点 大家对中资股的情况是怎样 怎样看A股后市走势 虽然A股看得好一点 但是特别看到 近期来说沽空金额 甚至沽空比率 内人股或者A股ETF 相对仍然是比较高 始终说A股ETF近期来说 一直以来 今年来说都成为被沽空的对象 但是始终我觉得看回 其实A股后市真的有条件提高一线 所以相关就算见到股空比率 升到三成左右 我都不是太担心 因为相关A股ETF 我相信是自定义 只要大股成交金额 进一步回升 我相信整体现在 到时股空金额也会有所退缩 所以我觉得厌异 其实不是太大 反正内人股近期 一直都成为股空金额的榜售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内人股方面 基本因素真的略为差一点 见到第一 内地方面 存款流失的情况 现阶段仍然是非常严重 其实见到很多银行 都不断地将他们的存款利率 放在一个上限上面 都反映了他们的资金成本 是越来越高的 这方面利淡了他们 第二就是 其实内地方面都预料 经济有个回稳的势头在 第一说中央其实没有条件 进一步再放水 所以其实未来来来说 贷款增长的速度 都会有所放慢 最大最大担心的问题 始终说市场利率市场化 那方面都会慢慢地蚕食 来人股的盈利 所以这些利淡因素 其实都一直以来 都是成为内人股追股的因素 但是始终说 现阶段内人股的股值 已经是非常低 先提及到的利淡因素 我相信反映到七七八八的 反而后市如果进一步 非常上推 我相信内人股 亦都会成为推动大市的 一个板块 所以内人股后市港 我觉得仍然是有条件 继续看好 特别是四大内人股 中行建行 农行和公行 这些核心资本充足比率 相对较高 我相信未来 完全没有集资的压力 后市港绝对有条件再提高一次 好 谢谢 另外见到内地股市三大指数 仍然向上升 升幅介乎0.13%至0.98% 上升综合指数 现在最深步2212点水平 今天来说是上海 自贸区抗念股法力 令到内地股市走势 做得相当之好 接下来是否炒作这些主题 例如一些自贸区抗炎 又或者三中全会的一些政策抗炎 这些是否未来大股的焦点 没错 短期来说 看回内地的经济数据 可能会带动到内地 A股再进一步上升 但除了经济数据之外 未来来说 都会看回三中全会 有什么政策公布 我相信在三中全会上 好像一些新能源板块 未来来说 都会有一些消息去继续扶持它们 到时会有你的板块做好 其实看回内地股市方面 的确是上海自贸区概念之外 现阶段有很多炒作 除了上海自贸区概念 其他的省份都很有兴趣开这些自贸区 始终在这个概念下 A股 我觉得在内地股市仍然有条件提高一线 上证指数 短期来说 阻力位在2270点这些位置 但如果能够进一步突破这些位置 我觉得后市来说 再要看回2300点流上 也未必非常难 好,谢谢Arnold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节回来 仍然有发达港场环节 会继续和大家看着 市场上的最新焦点 下一节回来再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